我的最爱纤维健康食品 鲜鱼看看我怎样使用吧 这样这个鲜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 它是一个这样子四四方方 大大喝的 会写着fiber top 然后后面会有 ingredient啊 还有就是一些资料的 然后拿到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这样大喝的东西咯 然后你可以从后面 把它的那个外面的那个袋子给拉开 那轻轻一拉就是拉开了 它的透明纸带 马来西亚的话一盒里面是有60包的 其他国家的话一盒的话是有30包的 然后我们每一天 我是每一天早上拿喝两包 我们每一天是需要两包的分量 其他国家的话就是一包 就是这样子 然后拿两包 然后只需要普通温度的水就可以冲泡了的 然后准备一个大杯子 大概是500ml的杯 fiber top 这个就是洋车钳子 然后这一包是8.5 然后两包就是17哦 然后就是摇一下 然后从上面这样子把它的那个纸袋 用指甲跟指甲这样子拉一下 它就可以撕开了的 然后就拿起杯 然后倒进去 然后再开多一包 每一天早上起来空肚子 就可以喝两包 然后还会让我有饱足感 我平时的话会跟巧绿一起来冲泡的 就是我的早餐了哦 因为加上巧绿有很多的蔬菜水果 我会让我更加饱 就可以直接代替掉我的早餐了 然后两包的分量 然后就倒水进去 其实喝纤维哦 是需要很多的水的 最好是500ml的水 然后就搅拌均匀 它是很香 Oring的味道的 这就是它的颜色 然后就喝 好喝 其实健康就是这样容易 这样简单 而且有它哦 每一天都可以轻松 吃到我需要 吃到我足够的纤维量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还是想知道的 都可以来联系我 谢谢